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将在11月来启动 希望先将台中的美景美食介绍推广到台湾各地 甚至是世界各国 今年中华邮政的宝岛风情邮票 就以着台中市的歌剧院、高美师弟等景点来发行邮者 5月起正式开卖 而台中市长林佳龙也热情响应 在20套邮者来签名义卖 全数所得捐赠给台中市社会局救助金专户 赋予这游者浓浓的热情温暖 来台中绝对不能错过的百年胡心亭 观光客最爱的高美师弟细阳 以及国家歌剧院和武林农场 都被收入作为中华邮政2018年 宝岛风情邮票及邮者里面 5月份正式开卖 让原本失去人气的集邮市场 再度回温掀起热潮 想应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中华邮政今年的5月份正式开卖 这能够解释了解台中的经验 这个游戏的发展不仅可以行销台湾 也可以行销台中到台全省 甚至全世界 相信以这个时影点的亮眼 让把人吸引到台中来 到台中之后 他能够发现更多台中的美 响应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中华邮政今年的宝岛风情邮票 就以台中市为主角 透过一张张的邮票 为台中这座城市来宣传 台中市长林佳荣也热情响应 为20套邮者签名 意卖所得10万元 全书捐给台中市社会局救助金专户 这次市长上任以来 一直希望让台中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那我相信在这个区块里面 市长真的认真的做到 这次跟我们邮局合作 也是最明显最实际的参与 我们发行的这套邮票 然后也是大家好处逼 做公益也不弱人厚 我们也就是趁着这个邮票发行 也把它做一个公益 把所得10万块 全部捐赠给弱势团体 希望能够靠专预 让大家社会一起来做公益 台中市中区区公所 也邀请在立化家展出 32幅与台中市相关的风景 将为历史古迹等画作 并且响应一卖 将捐出半数所得 让这套专属台中的邮票游者 充满浓浓的人情温暖 记着李江台中踩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